这位母亲有多狠心 为了当选总统 致女儿生命于不顾 在手术关键时刻拒绝捐献 导致医生禁忌两难 手术也无法顺利进行 其实从一开始 尹医员就不打算捐献肺脏 他假意担任黄毛 只是想夺回女儿 从小养大的花瓶 也只能属于她 尹医员曾经说过 宁愿女儿一辈子昏迷不醒 也不愿看到她背叛自己 尹医员这么做 一部分是抱着侥幸心理 另一部分是听信居院长谗言 居院长曾告诉她 尹医女儿可以先移植幼肺 左肺香叶相悠化脚轻 术后不会有多大影响 到时候磐石会照顾她 接着帮她寻找藏源 可天意难测 事事难料 尹医女儿移植好的幼肺出现腹肿 无法承担从心脏流出的血液 韩大神经过判断 立刻进行干预措施 可这只是暂时的 如果不马上移植左肺 分散血流量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听到居院长解释后 尹医员将矛头对准负责官 希望她小小牺牲一下 把费捐给尹医女儿 日后她当上总统 定不会亏待她 可有关制度规定 捐献器官需要提前申请 填写相关资料 进行各种检查 尹医员听后震怒 当初居院长承诺会救活女儿 现在却搞这么一出 心盈看不下去 尹医员这么牛 干嘛不自己上 她已经申请捐献 直接走上手术台就好 可尹医员办不到 距离大选不到一周 现在接受手术 还怎么站在国民面前 杰登忍不住吐槽 难道总统职位 比尹女儿的命还重要 如果尹女儿今天死在手术台上 都是她这个当妈的错 是她的贪欲害死了尹女儿 无论两人怎样言语刺激 尹医员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打死不全 经过一系列救治 肺腹肿问题得到解决 但患者撑不了多久 必须尽快进行左肺移植 关键时刻 韩大神想起和黄毛的对话 手术前 黄毛做过肺功能检查 不仅正常 还比常人高出两倍左右 这种程度的数值 即使切除幼肺下业 也不会影响正常生活 不过黄毛以前德国肺结合 受疾病影响 实际可用肺容量较小 但好在捐献者是两位 不会有太大问题 可黄毛却说出自己的担忧 尹医员这个人自私自利 在大选的关键时刻 他却答应捐献 恐怕另有所图 黄毛放心不下 拜托韩大神答应他一件事 如果尹医员临阵反悔 就把他的另一侧费 也移植给尹医女儿 就算危险他也不怕 只要尹医女儿能活着 韩大神经过慎重考虑 通知崔医生摘除黄毛的 又费中业 居院长通过监控听道 命令崔医生立刻结束手术 不能任由韩大神乱来 如果捐献者出现问题 盘石可要负法律责任 尹医员不管这个 只要能救活尹医女儿 牺牲谁都无所谓 大佬发话 居院长只能妥协 其实韩大神做这个决定 是有一定把握的 术前他对两人的胸腔 进行过比较 黄毛的又费中业容积 比尹女儿的左肺下业大 而尹女儿的左肺下业大 而尹女儿的左肺上业 并没有纤维化 可以把其连接到上业 韩大神确认过两人的支气管 形状大小一致 从解剖学上来说 完全有可能实现 虽然危险 且是韩国首例 但这是能救活尹女儿 且对黄毛伤害最小的办法 商量好之后 陈医生这边开始摘出中业 韩大神收到消息也开始行动 在摘出患者下业的同时 捐赠者的中业已经送他 现在开始要和时间赛跑 他们要在右肺发生浮肿前 完成左肺移植 并重新贯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韩大神很快完成左肺移植 通过测试 两边肺状态完好 生命体征也很平稳 手术非常成功 在韩大神及各位医护的努力下 完成了韩国首例一对一 活体肺移植 大家都为之惊叹 就连剧院长也忍不住夸赞他 称那是医学界的鬼才 手术虽然顺利结束 但银医员欺骗他们的事不算完 西游会对银医员的指控展开调查 之前抬好的婚姻无效诉讼 韩大神也不会让他入院 另一面 正法医找到西州一案的当事人 向他们了解五年前的真相 当年他们都受剧院长指示 在法庭上做了伪证 李大海怕摊上事 什么也不敢透露 赵主任受购了这样的生活 决定说出一切 两人玩谎 李大海可不放陪 回到车里后 李大海莫名感到焦虑 特别是回想起西英的话 如果局院长真要舍弃他 他也要开始寻找出路 杰登在韩的疯狂行为 引起总部女高管注意 质问他为何要与潘石签订风险合约 虽然能获利很多 但要承担的后果也是巨大的 杰登的想法和他不同 他不担心风险 只期待回报 所以才能当上压出分部责任人 女高管提醒他收敛点 如果继续鲁莽下去 负责任的位置坐不了多久 新西网医院 林大使来找韩大神复查心脏 韩大神做了检查 林大使患有肥后性心肌病 主动脉也扩大很多 如果方人不管 会发生主动脉加层 必须尽快手术 可林大使想再等等 把手术推迟到大选结束 韩大神尊重他的医院 但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林大使谢过韩大神 但他有一个不情之情 如果手术的事被外界知道 他在发表声明时 会对外宣称 巨儿子是他的主动医生 别说韩大神 又那听了也很震惊 看来上次在潘石园的事 并没有影响到双方关系 那边 辅佐官带着一箱现金来找狂格 狂格以前混道上的 现在做高利贷生意 他有一个霸气的人生座右鸣 像狗一样挣钱 像狗一样花钱 银元的政治资金 就是通过辗转他手得来的 大选在即 用钱的地方比较多 辅佐官要求狂格 一个月内必须完成洗钱 谈话结束 辅佐官离开公司 最近检方在盯塔 拍了不少罪证 辅佐官走后没多久 狂格一行人也开车离开 检察官通报跟在后面 发现狂格正在一家桑那房 炮澡是其次 主要是为了预见李检 没想到两人还有点关系 当年狂格因绑架 监禁和违反金融法 被警方抓了起来 估摸着得判个十年 可李检找到他 给了他韩大神的照片 只要他让韩大神吃点苦头 李检承诺会判他无罪 很显然 双方都已履行诺言 李检提醒狂格 最近安分点 不要和影医员的人接触 否则会惹上大麻烦 说完该说的 李检走出桑那房 结果被两个部下看到 巨儿子落选院长一只后 对杰登怀恨在心 这么长时间以来 巨儿子一直被杰登牵着鼻子走 是时候得想个办法制止他 于是拜托牵市长帮个小忙 把摄像头装在 顶层公寓的专用电器 但是要对剧院长保密 另外从公寓出来的垃圾 要全部书籍整理好 特别是头发 指甲一类 能检测出毒品成分的东西 部下回到检察厅后 立刻将李检去见狂哥的事 告诉习业 这件事传出去 对检方的名声不太好 而且习严也不想打扫惊蛇 于是叮嘱部下保守秘密 至于辅佐官 应该是为了演义员的政治资金 才会去见狂哥 狂哥有个外号 洗衣机 再脏的钱也能洗得干干净净净 他目前经营的贷款公司 资金来源不浅 不仅有政治资金 企业的秘密资金 还有诈骗犯敲诈投资者的钱 然后通过高利贷 帮他们洗钱 因为借的都是陷阱 不会留下记录 五年前因多重罪责 被关看守所 但李检却让他无罪释放 出狱后消停了两年 然后开始购买土地 收购破产的建筑公司 看来是想通过放高利贷 把公司发展成高端企业 是企业型黑社会的官用路子 虽然知道这些 但还不能传唤副总官 万一像之前来个自残 他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所以西英这次要换个方式 派韩大神去和他聊聊 韩大神把照片交给副总官 表明检发在调查 引议员的资金问题 副总官可能会受到牵连 他也是在鬼门关 走过一遭的人 韩大神希望他能选择自己的人生 那边 引议员在潘石原做护肤 期间洪杰给他出示了一款针剂 说是能提高睡眠质量 大美趁着处理垃圾 悄悄拿走了药瓶 不久后 两党派代表参与电视节目 进行候选人竞选辩论 主题不定 每次提问时间一分三十秒 引议员率先发言 对佑娜座上主任一职提出质疑 林大使微笑回应 佑娜任职完全凭借自己努力 没有受到任何特殊待遇 接下来换林大使提问 引议员五年前 因涉嫌收受非法政治资金 接受检查机关调查 他本人表示毫无事实依据 但最近有网友发现 他身边的副总官去了高利贷公司 对此引议员如何解释 引议员表面淡定 内心却是慌的一批 事后 引议员向副总官问责 因为他的失误 很可能会断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为了俯全舆论风波 引议员会对外宣称 这件事是副总官的个人行为 无论副总官再怎么卖命 终究是引议员的一条狗 招之进来挥之进去 有事还有他顶上 另一边 吉登想来无事 来赌场陪李大海玩玩 第一把球落下 是黑色棋树 吉登和李大海压的都是红色 不过还好 输的不多 第二把吉登继续压红 这是马尔丁格下注法 输了就一直加倍下注 直到赢 但吉登这个人喜欢追求自己 输了他加注十倍 李大海也跟着他压红 但李大海采取保守措施 每次只压一个 几轮过后 球落一直是黑色 两人输了不少钱 李大海已经气到不行 但吉登依旧笑容满面 继续加注 拧来周围不少人观看 最后一把 吉登全压 李大海感觉无望事 球落竟然是红色 吉登不仅赢了 还赚了不少 但他一分没收 全送给了李大海 就当是他们之间的交易定金 与此同时 韩大神约佑娜单独见面 拒绝为林大使进行手术 天下哪有白痴的午餐 林大使既想让他手术 又想维持和剧院长的关系 韩大神不喜欢被利用的感觉 也不想做谁的幽灵医生 佑娜见状说出实情 林大使这么做有他的苦衷 因为他有绝对不能背叛剧院长的理由 韩大神以为是五年前的心脏手术 可佑娜却说 林大使五年前的确接触过心脏移植 但不是在磐石园 而是磐石说过的美国医院 韩大神一听整个人都懵了 如果不是林大使 那会是谁呢 林大使又会以后惧怕剧院长 佑娜坦白告诉韩大神 林大使患有老年痴呆 研发中心的新药 他在开发初期就已经服用 而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两个 佑娜和剧院长 这就是林大使不能说的秘密 谈话结束 韩大神先行离开 途中 辅佐官联系韩大神 与他在秘密四宅见面 韩大神想知道的 他都会一一告知 无论是不是陷阱 韩大神都要过去一趟 路上 韩大神发现有人跟踪 甩了好几次都没甩掉 最后一脚油门 在拐弯处甩开尾巴 韩大神抵达四宅时 屋内灯光全灭 不像有人的样子 就连大门也没有反锁 韩大神猫黑走近 闻见刺鼻的味道 像是煤气泄漏 打开灯一看 辅佐官倒在地上 人已经没有意识 韩大神急忙将他背处 放在空旷通风的地方 然后从车里拿出医药箱 进行了简单救治 同时打电话给急救中心 可没说两句话 韩大神就被敲了闷棍 一头倒了下去 律师医生第十二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